在一群國王企鵝中 驚見一隻毛茸茸的巨大肥企鵝 棕色毛髮搭配肥毒毒造型 土物卻超猛的存在 是澳洲墨爾本哈洋生物水族館 今年初才誕生的水族館史上 最肥國王企鵝 秦蔣 作為近兩年 唯一一隻國王企鵝宝宝 秦蔣備受寵愛 食量也相當驚人 一週可以吃掉二十四公斤的魚 才九個月大 體重已經達到二十二公斤 比爸媽加起來還胖 一家三口站在一起的畫面超違和 讓秦蔣在社群網路上 獲得十九億人次觀看 成為另類網路明星 網路迷因梗圖一天比一天多 有網友直呼 秦蔣根本是猛獸 肥肥的超可愛 真的是我的國王 墨爾本海洋生物水族館表示 會將長大後的輕降 體重盡量控制在十五公斤左右 維持健康 儘管未來不能再保持肥胖造型 但呆萌的模樣早已透過無數鏡頭 讓全球都為之融化 小新聞有華春報道